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8小时之内 微博话题阅读大约有35亿 抖音话题的播放也是超过了75亿次 在线下 天南海北的男声宿舍 欢腾声更是传遍了整个夜空 80后就纷纷感叹 当年也是只有国族进入了世界杯 有这样的声势了 其实今年是英雄联盟诞生之后的第一个本命年 也是进入到中国市场的第11个年头 迄今为止呢 英雄联盟的每天都有超过2700万个玩家来连线体验 不仅撤备了全球PC免费游戏类目里面的绝对霸主 更是全世界无数的直男宅女的心头号 那么在此之前呢 它的诞生其实更像是一部灰姑娘的蜕变史 而且与B站是有一些类似 都是一场这个粉丝推翻偶像的戏剧化的事件 在07年的时候 一款类似于Delta却又不是Delta的一个游戏出现在了玩家的眼前 它的制作公司呢 叫拳头游戏 公司的创始人是马克和布兰登 那么这两个人其实他也是暴雪的忠实粉丝 日常也是会沉迷于星际争霸和魔兽3 当然了 暴雪没有理他们俩 受到冷落的两个人呢 就一排即合 决定要做出一番自己的事业 08年的时候 刚开始大力布局游戏的腾讯 其实也是正在寻找全球的一个优良的标的 当时在腾讯负责游戏代理工作 现在是光子工作室群总裁的陈宇 据说啊 他第一次去到拳头游戏的时候 只是计划在那儿待一个多小时而已 却一不小心就玩了12个小时的英雄联盟 而且这个免费游戏加内购的一个赚钱模式 简直就是跟腾讯啊 不谋而合了 于是就像当初啊 这个陈瑞入局B站一样 这个腾讯和另外两家风投公司 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模仿者提供了 800万美元的投资 09年呢 英雄联盟是正式上线 从此他就开启了他的传奇不朽的征途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 DOTA因为他的一个扩张瓶颈 而且也无法摆脱魔兽的影子 而受到了一些阻碍 受到玩家的诟病 而英雄联盟呢 是顺势打着DOTA制作班底的旗号 大搞营销 并赢得了第一批忠实的追随者 而就在这个腾讯入股啊 不断的加码 为英雄联盟是带来了一个巨量的研发资本 和庞大的国内流量市场 凭借着更加简洁的设定 更低的上手难度 更快的节奏感 以及免费机制 英雄联盟是很快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但是成功的游戏好玩往往是业界的共性 英雄联盟带给玩家的一种感动之所以是长久未息 还在于它所创造的一个多元宇宙观和亚文化现象 或许在传统的行业意识当中 IP只是一个游戏产品之外的内容附加品 但是对于传统而言 他们所认定的IP是具有强大的一个潜力和伟大的世界观 和优质的角色 可以星火相传 其实这个漫威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标杆 所以他们也是为每一个英雄角色都精心打磨了 背景故事与个性化台词 英雄联盟和整个宇宙的各个板块 也是既可以互为一体 也可以独立去发展的一个宏大世界 那么拳头用游戏来创造了一个历史图景 让每一个英雄都变得有血有肉了 而游戏所反馈带来的紧张与沉浸感 又会给玩家一种超越现实的身份 在这里玩家可以暂时忘却一个充满负担的自我 那么场下皆为普通众生 峡谷境险英雄本色 很多没有很久没有打开这个游戏客户端的玩家 在谈到这个往年激情岁月的时候 依然会对玩的第一个英雄而津津乐道 也会对那些陪着自己开黑的人和那个时候的快乐回味不已 而他们依然会来关注比赛 来观看知名的一些电竞主播 并且在B站来欣赏各类的关于英雄联盟的一些内容创意制作 和一些赛事的复盘 目前中国已经是成为了全球产值的第一的一个电竞市场 高于北美和西欧达到了3.85亿美元 疫情也使得用户的娱乐是转向了更多的互联网 玩游戏看电竞赛事也成为了当下年轻用户潮流方式的生活之一 那么在一个持续的崛起的电竞产业当中 英雄联盟也称得上是已知独秀了 人气的加持也是让各个的地区的职业联赛 愈加的专业化和规模化 那么电竞俱乐部的资本投入来源 逐渐也是从王思聪等富二代的群体的兴趣借助 变为了是以李宁、B站、苏宁等等这些 多家上市公司为背景的这个战队组建 为一些赛事联盟注入了更多的可持续的新鲜血液 那么看到在去年的12月16号 第38届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全体大会上也是宣布 在明年的杭州的这个亚运会上 电子竞技也被列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 我们也期待电子竞技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好 这一时段的财经世界就先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